我有一位朋友是我回来台湾才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呢 打电话给我 说要请我吃饭 然后跟我说 赶快出来吃吧 不吃这辈子大概没机会了 我一天吓一跳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告诉我说 医生告诉他不太好 可能身上有不好的东西 果然在二月初的时候 确认了淋巴癌三期 那我告诉他 有这样的一款水 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他也很棒 只问我说是什么水 我大概简单的跟他提了一下 是有一个仪器来做的 因为那时候初期 我也不太会讲 因为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所以讲的也是里里拉拉的 我说重点 就是会让你的病好的 你要不要喝喝看 要不要试试看 那这位朋友呢也很棒 他说好啊 所以就这样子 他的一句好 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因为从那个时候 一月我就开始送水给他喝 到今年七月 他目前在回到医院 去做检查的时候 身上已经没有任何 癌细胞的反应了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群里面的朋友 我们周围要是有一些重症病患 像癌症 不管各种癌症 只要他愿意 他愿意来喝我们的水 那他就有机会救了他自己一条命 因为我们这个水的含氧量很高 那因为癌细胞是讨厌氧气的 就是厌氧的一个生物 那因为我们是含氧量高 所以呢 是很快就是可以把身体调理好的 谢谢大家